咚咚咚咚 英雄技巧与细节 哈喽 大家好啊 三少我又来了啊 最近在峡谷带恶人 晒哥的带领下呢 掀起了一股上单滑板鞋的风潮 我在看完IG对阵危机的比赛之后 也兴冲冲的去整了两把 对方急跑诺手 手段极其残忍 不过看完各大职业选手的上单滑板鞋 嗯 我的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好了 话不多说 进入今天的滑板鞋教学 一 常规的兑现消耗技巧 滑板鞋兑现的核心消耗和击杀技巧呢 在于对E技能刷新的利用 首先 我们要明确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我的E技能拔毛击杀掉单位 就会获得刷新和部分法力值返还 也就是说 我们凭A多个目标 哪怕拔毛时只击杀了其中任意一个单位 我们E技能也会获得刷新 并且其他身上有毛的目标呢 都会根据身上插毛的数量受到相应的伤害 而且我们Q技能的命中 也会给敌方单位附加插毛效果 所以我们在对线时呢 比较常规的消耗方式是 我们凭A或Q技能攻击对方英雄插毛之后 利用残血小兵拔毛 这样我们的E技能获得刷新 对方也会受到拔毛的伤害 进阶一些的技巧呢 则是利用凭A和Q技能进行两次 甚至多次E技能拔毛的消耗 像这里呢 下一个就是先凭A对方插毛 利用E技能拔毛击杀小兵 伤害和减速给到压缩之后 追击给到Q技能 再次利用残血小兵拔毛 达到双翼消耗的目的 而关于E技能的刷新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有时候可能你给敌人插满毛之后 攻击的小兵却只剩一丝血 你一发PNA正好将小兵击杀 这时候再拔毛 虽然会成功消耗对方血量 但E技能没有击杀单位 浩兰高的同时也不会刷新CD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们先给木装插满毛 然后攻击丝血小兵 在PNA出手的同时快速按翼拔毛 这样系统会默认我们是 交E技能拔毛击杀的小兵 帮助我们E技能获得刷新 虽然不太清楚原理是啥 但应该是系统默认的一个小机制 判定拔毛优先于PNA命中的单位 那么利用这点呢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攻击出手的同时 直接按E键 目标就已经会同时受到PNA和拔毛的伤害 直接获得击杀刷新E技能 对比命中之后呢 我们在慢悠悠的交技能 要节省很多时间 这里还有一个小机制 需要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在攻击眼位的最后一下时 使用前面的这个技巧拔毛 也会帮助我们刷新E技能 所以大家记得在实战中好好利用哦 2.一键穿新和万简归宗 滑板鞋Q技能穿刺 是一个快速且远距离的攻击手段 如果击杀单位 可以继续向后穿透 攻击到身后的目标 并且将前面单位身上的毛 转移到后面的目标 一般我们面前有兵线囤积时 可以先A小兵积攒插毛数量 同时也能把小兵打残 方便Q技能击杀小兵后 伤害递增的Q技能 打到我们实际要攻击的单位 然后拔毛再次打出伤害 这也是大家最常用的消耗手段 但其实这个方法有更高的操作技巧 前面我们说过 在一个单位身上有毛时 我们凭A出手按E 根据系统的独特判定 会立刻触发E的伤害 其实这个机制 在Q和E技能搭配使用时 道理相同 先A兵给单位附加长毛 在Q技能的长毛出手后 直接按E技能拔毛 虽然是先触发的拔毛伤害 但我们的E技能 依旧可以获得刷新 如果用这个技巧 先A英雄插毛 随后Q1穿冰再命中对方 对比常规消耗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触发 两次E技能的基础伤害 一次是开意识的拔毛伤害 第二次则是Q技能命中后 E技能还会再次触发一次基础伤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看泽赛的滑曼鞋时 Q技能消耗后是推兵时 光听见刷刷刷的声音 对方冰和人就都没了 三 翻墙 滑曼鞋的被动技能 让它可以在平A和使用Q时 进行小段的位移 实战中可以翻过很多宝墙 这里我主要为大家列举一些 容易被忽视的翻墙点 第一个就是蓝色方蓝buff这里 贴近树林的墙边 第二个大龙坑的裂缝处 第三个小龙坑元素墙的旁边 第四个蓝色方F6旁边 这里比较难 注意我的站位和鼠标位置 而且从外往近跳 比较难操作 不建议实战使用 第五个 两组施甲冲营地的旁边 剩下的宝墙呢 就不一一为大家展示了 好了 本期的技巧与细节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自己也想体验 一手上单滑板鞋的话 建议最好在对方先选择 万豪 奥恩 剑魔 这类机动性不强的英雄时 后手进行选择 如果你的熟练度不高 在对方选择锐文 落手这类英雄时 你会感受到啥是残忍